各位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娱乐八卦的新闻 就是获尊凉了 虽然我个人一直对八卦娱乐毫无兴趣 也不是追星族 我说了如果不是在加拿大温哥华 City Square一个茶餐厅里见过吴亦凡 可能我对吴亦凡是谁都不知道 更谈不上对他的评价 那么之所以拿出获尊来了 是因为获尊的这个现象 和中国最近娱乐圈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貌似是一个独立的这种娱乐新闻 实际上他有很深刻的这样的政治时事的背景 那么获尊的父亲 凡是上了年纪四十岁以上的 都应该知道 他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歌手霍峰 霍峰呢是辽宁人 那么他的一曲大花轿 可能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 没有人不会哼唱这句 可以说名如其人 真正的在中国大陆 风风火火了一段时间 我个人实际上不喜欢火风 更不喜欢他的这首大花轿 我认为俗不可耐 就像一个老农民 那样的一首 没有任何的旋律的优美 包括歌词的优美的这么一首 类似于打油诗的一个东西 不是我喜欢的这种风格 但是呢 他却生出来一个 令人欣赏的好儿子 霍峰 那么霍尊 对不起霍尊 那么霍尊呢 是2014年 一首原创的卷珠连 成为了中国年度的最佳的歌曲 之后又创造了很多的好的作品 因为他出生于音乐世家 虽然两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但是他母亲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手 音乐人 所以这种耳濡漠 这种基因里面 让他就对于所有的乐器 包括创作 音乐创作 都有了先得天独厚的这些条件 那么他的走红 也不是朝夕的 他是真的是日积月累的 这种熏染出来的 从他的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 以及他给人家那种儒雅的 很像中国过去的那种千千公子的那种形象 使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有这种距离感 这种距离感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感 而是那种可以仰视的可以尊重的那种距离感 而不是过来可以拍着肩码说 哎兄弟 嘿哥们的那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是中国音乐界的一股清流 我个人对他的音乐作品真的听的不多 特别喜欢的是他翻唱的李古一的相恋 我认为无论是整个的旋律 还是他的音乐的表现 都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原作 当然这是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这种团队 因为现在的科技也会弥补很多的这个不足 他的声音非常的干净 很少能听到中国的歌手有这么干净的嗓音 像齐琴那样 齐琴之所以成为大家所仰慕的偶像 就是因为他的嗓子非常的干净 霍尊的声音的特质 我认为也是非常的干净 如果你闭上眼睛听他的歌 就会觉得哇 真的如一种清流一般 所以我是个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欣赏 他的这样的风格 然而他的女朋友陈璐的 对他的之间他们聊天的记录被抛到网上 包括陈璐 陈璐对于霍尊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生活的揭露 使整个霍尊的形象也如他几位前辈一样 立刻的坍塌 他的粉丝也开始慢慢的脱粉 很多原来支持他的那些个粉丝 开始也加入了踏发他的行列 那么这是整个社会舆论的一个方向 因为就像我刚刚在Facebook上所抛的文一样 我说中国最近所有的地上地下的那些个大腕歌星 艺人的女朋友们都突然的感受到了一种温暖 原来前两天还对他们遗旨气势忽来换去的这些个大腕明星们 突然对他们编了一副嘴脸 极尽讨好着能事 百般谄媚 他们大惑不解 究竟问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 这些明星们道出了缘由 他们说 你们看啊 前边第一个就是陈玉琳 陈玉琳把吴秀波掀翻了 紧接着周扬青把罗志祥掀翻了 接下来都美竹把吴亦凡送进了监狱 最新的就是陈玉琳把货尊拉下了马 所以他们现在对自己的女友 无论如何要控制好 要拍好马屁 防止他们情绪失控 一个博文 一个朋友圈 就会让他们万劫不复 所以中国的女友不是要钱 他们要的是你的命 我还发了这么一篇的感慨 实际上这是整个现在娱乐圈的一个现状 由于前面的吴秀波的事件 罗志祥的事件 最近火热的吴亦凡的事件 那么让整个的娱乐圈天翻地覆 本来谁都猜想着 下一个吴亦凡会是谁呢 可能大家还在期待 还在等着的时候 这个一只靴子刚刚落地 还在等着第二只靴子的时候 没想到转瞬之间 那么陈玉就把货尊拉下了马 按照陈玉的说法 在货尊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 他们相识 在陈玉的父母反对和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穷小子交往的时候 他不离不弃 就像当初这个郭德纲的太太 在郭德纲最低落的时候 能够选择郭德纲 冒着和家里人断绝关系的这样的一种风险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郭德纲一样 陈玉选择了货尊 可是他的运气没有郭德纲的太太好 因为郭德纲大红大死了 他吃水不忘挖井人 没有忘恩负义 而霍尊在自己走红之后 不仅仅对自己的女朋友百般地看不上 认为已经没有了激情 同时呢 还在所有的他们的朋友面前表现出来 对陈玉的不尊重 包括通过各种的冷言冷语 和自己的这个乐手的一夜情 和对于其他的这样的艺人的不尊重背后的贬损 表现出来他人格上的这种分裂 以及在他自己在观众面前和观众后之后的脸 附截然不同的嘴脸 其实这种陈世美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始不绝书 并不足以为奇 最可怕的是 这个陈璐牺牲了自己 这个副教授 还是教授 国家二级演员这样的身份 辞职了全新的支持霍尊 甚至于 拿了好几百万来支持霍尊的 包装霍尊的演艺事业 让他能够成为万众瞩目的一个大明星 然而得来的却是霍尊扬言 如果你找我要钱 不是要九百万吗 我也会像吴秀波对待陈玉琳那样 把他送进监狱的中山狼一样的 这种恩将仇报的说法 让陈璐彻底的死心 他认为霍尊就是一只 未不熟的狼 所以他一怒之下 站出来 彻底的揭露了霍尊的嘴脸 害得霍尊的老父亲 火风亲上火线 为儿子站台发话 说自己了解自己的孩子 霍尊还是一个好孩子 那么这样的说辞 可能在网友的口诛笔伐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我其实个人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第一霍尊如果如陈璐所说的那样 他只不过是一个渣男 或者甚至于都用不上这样恶劣的词汇 其实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 如果到了霍尊这样的程度 他可能也会抛弃自己的糟糠之妻 何况陈璐和霍尊还没有结婚 那么这是男人的天性 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艺人的素质低 中国艺人的文化水平低 实际也不完全是 因为霍尊他上的是上海的悉尼学院 那么他读过很多书 应该不是像那些一夜走红的那些个明星一样 那么如果你在美国看 很多的艺人明星涉及性侵的案子 数不胜数 你包括川普怎么样 包括柯林顿如何 包括现在刚刚辞职的纽约州的州长科默又如何 这些政治人物艺人其实都一样 只要是男人 只要他是雄性动物 我认为他们饿的一面都一样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那百分之一能够抑制 能够克制的真的是男人中的极品 所以我想 其实陈璐对霍尊的这样的揭露 那么霍尊只不过是众多男人中的一个 并没有什么特殊 我并没有为他所去遮蔽 所洗白的这样的含义 对于他这样的一些行为 肯定是会受到整个社会公众的谴责的 毫无疑问 因为你是个艺人 你是个公众人物 当你做出的事情 有为社会工序良索的时候 那么得到相应的惩罚跟代价 付出代价都是理所应当的 这个毫无疑问 那么第二个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现在整个霍尊的相关的节目都已经被下架了 那么紧接着他可能代言的广告也会马上下架 那么央视紧跟着马上也会跟进的铺天盖地的进行口诛笔伐 因为这其实是吴亦凡事件的一个延续 虽然他的性质没有吴亦凡这样的严重 不涉及性侵的问题 但是因为处于整个中国舆论大环境 要整治饭圈娱乐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所以他的运气真的不好 所以他的演艺生涯可能就此也会画上一个 起码是短暂的休止符 什么时候能够重新的复出 我相信在短期内起码三五年之内可能非常的困难 第三点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那么面对着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 所有的无论是艺人还是公众人物 就像阿里刚刚也发生的这种性侵事件 其实都是递刀子给中共的媒体 让他们可以对这些个所谓的资本家 这些个所谓的艺人进行踏伐 进行他们的所谓政治正确的正能量的宣导 帮他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的素材 所以所有凡是有这样问题的这样的明星 请你们自揪 请你们自查 请你们自检 你们自己比照着我在Facebook上 在推特上所表述的那样 对自己地上地下的女朋友赶快的好一点 这是给你们非常重要的忠告 千万小心 因为中国的女孩子 她们一旦和你翻脸 她们真的是可以无所顾忌 你们看到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件 所有的男人 所有的这些大明星 都是因此跌入了事业的低谷 很可能从此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当然了 对于那些个没有名气的 还处于社会底层的 做着奴隶的 每天朝九晚五 甚至于是九九六的 那些个男人们来讲 这个建议对你们就不太适用 因为你们已经在底层了 不可能再往下面跌了 而这些明星不一样 她们已经是人上人 已经在社会的顶尖 虽然她们也是爬上来的 她们更知道跌落下来的那个滋味 有多难受 有多痛 所以我奉劝这些个明星大腕们 好好的善待你们的女朋友 善待你们的太太 善待你们的情人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霍尊的未来 我们还是抱着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善意 期待她可以能够东山再起 借着这样一个事情 你很好的反思自己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你大红大紫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有一天 我还能不能永远的大红大紫 当我跌落的时候会怎么样 所以做人一定要顾后 所以在你世界巅峰 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 一定要学习低调 学习善待别人 特别是身边的人 你的女朋友 你的助理 你的司机 这方面的教训太多 太深刻了 引以为戒吧 好了 各位友友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各位的收听 收看 请转发订阅 点赞 谢谢